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北韩美国之间的关系 纽约时报指出 川普总统十分得意于他跟中国和北朝鲜领导人之间的友谊 但是当他这两个朋友互相来往的时候 他却似乎会有些忌妒 文章就引述了美政府官员的观点 表示这次的访问可以成为中方和美方贸易谈判的筹码 报道指出 美国有线新闻网络CNN的报道 就聚焦在北朝鲜昨天晚上专门准备的大型团体操和艺术演出 一条横额写着 朝中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团结万岁 考虑到川普与金正恩早前在越南的谈判破裂 CNN表示 习近平这次的访问可能暗示有一些进展 中国也在朝美两国的关系之上展现了他的贡献 报道引述清华卡内吉全球政策中心研究员赵通分析指出 如果中国的调解能够被证明是有益的 他也将有助于证明 中国在关键地区问题上作为建设性伙伴对美国是有用的 路透社报道表示 习近平受到了北朝鲜奢华的欢迎 北朝鲜人民唱着 我爱你中国 展示他们的热情 报道也注意到 北朝鲜主要报纸 劳动新闻 发行特别增刊 10页中有8页专门摊登习近平这次访问的照片和文字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主要关注就是中朝两国友谊对美国形成的压力 文章引述北朝鲜问题专家的分析指出 北京和平壤通过展示两国的团结 可以帮助彼此加强对华盛顿的谈判地位 纽约时报引述吉林大学研究北朝鲜事务的教授王生说 这次的访问凸显了中国在解决北韩半岛核问题上 发挥的关键作用 尤其是有鉴于目前北朝鲜和美国之间缺乏信任的状态 同时这反过来也有利于中美关系 我们就在解决俩上我们的解决北朝鲜事务的地匯 并且让我们在下定下方再来 来看这批课给你 看这种几华的地方